健康的方式是正确的方式 欢迎收听健康方程式 今天的健康方程式关心我们的健康 邀请到高雄市立中医医院黄洪廷医师 医师你好 婉祖好 我们的听众朋友大家好 我是黄洪廷医师 今天邀请医师来跟大家分享的是 很多青少年朋友会特别关心 你知道青少年时期 少男少女就比较敏感一点 情绪比较敏感 又很在意别人对自己的眼光跟看法 这个时候长了一颗痘痘 我发现我小的时候 我高中时期长一个痘痘我就很在意 今天心情就不好 但其实别人没有在看你 你的脸长了一颗痘痘 但其他地方都是好的 可是我们就会很在意那颗痘痘 这个青春期如果说不止一颗痘痘 这个怎么办 首先体质性的因素影响会比较大一点 如果说你是这种容易出油的体质 有些人的皮肤就容易出油 他可能历经了青春期到以后的成年 甚至到中壮年以后 还是会长痘痘 他的青春痘就不是只有青春期长 对对对因为他容易出油 对他容易出油 有些人呢 他是不幸的 他是属于角质真身的体质 有些人他的皮肤的角质层 长得会比人家快 尤其是一些特定的地方 像手背背部脸 这种地方的角质会长得比较快的 这是一种体质叫角质真身的体质 那他也会容易长痘痘 不过他的痘痘的形式是因为毛囊 容易被角质盖住 所以他会容易长这种黑头或白头粉刺 这一种的 是因为毛囊被盖住了 这一种的体质人 只要经过适当的清洁的话 事实上就不容易长痘痘 对那种容易出油的就麻烦 因为一不小心就会长痘痘了 记得之前呢 有一段时间就讨论这个青春痘很困扰 他就觉得是不是我的皮肤可能出油 或者是不够干净 他就一直洗脸 但是据说一直洗脸 其实也不是一个适合的方法 因为我们皮肤是一个很重要的防御的机制 这个叫做非选择性防御的第一环 就是我们的皮肤 那如果你一直洗 一直洗 一直洗 洗到皮肤都受伤 皮肤裂开了 那就会非常容易被感染 然后我们的皮肤表面有一些 也许对你好的细菌 也许对你不好的细菌 但是他不管你喜不喜欢他 但是他就会在你的皮肤表面形成 一个叫normal flora 就是正常菌虫 那这个正常菌虫在你的免疫力良好的情况下 他也不会对你怎么样 但是呢 比如说像我们练球菌 有一种叫表皮练球菌 假设你现在有一个伤口 那这个伤口被练球菌跑进去 他可能就会形成化膿 那假设你今天有一颗痘痘 被包成那个像类似白头粉刺这样子 那当这个细菌侵入以后 他就可能变成黑头 脂肪酸氧化跟角质这样混在一起 就会看起来黑黑的 所以才会出现黑头粉刺 那假设你都一直都没有去清理他 那这样子细菌在往里面深入的时候 就有可能形成化膿的现象 就是我们所谓的青春痘 那事实上就是一个毛囊眼 是 假设长得很多就不好看啊 对不对 对 中医的角度 我们还针对这个长痘痘的位置 还可以做一个区别 如果你是前额的地方长痘痘 眉毛以上 这个呢 在中医来讲是新火旺 但是呢 各位听众在这边你也听一下 就是我们的头发 最脏的地方是在发尾 就是发尖的地方 靠近发根反而没有那么脏 是发尖的地方比较脏 对 因为他经常在那边摆来摆去 会接触到其他的东西 戴安全帽 戴帽子 被你的衣服弄到 什么的 其实那个都是脏的 是 好 因为有些人为了遮丑 对不对 就用了超夸张的刘海 像我们家小朋友就常被我念 因为就模仿韩星 看头看脸 对 就像之前那个什么 来自欣欣的你那一个 是 没有错 那个发型 我们家小朋友就很喜欢 对 都被我念 因为你那个刘海 盖住我们额头的泥丸弓 事实上会 这叫前途无量 对 还会影响运势 是吧 对 我认为我们额头不要盖住 是 好 头发都盖住你的额头的时候 我要跟你说 我要跟你说 更容易长痘痘 对 有些青少年青少女就觉得 哎 长了痘痘 不想让人家看到 干脆 留 刘海 把它盖住 对 结果长更多 对 长更多 因为我们的发间是脏的 所以说你今天那个发间 一直去刺到你的额头的毛细孔的时候 那个毛细孔事实上就更容易再感染 因为我说过新火旺啊 那我们怎么样向新火 睡饱一点啊 现在我们的孩子都太晚睡了 是 补习都补到九点半 回到家十点 然后再吃个东西 然后再多摸摸 细摸摸 滑一下手机 回一下同学的群组 然后看老师有没有写什么功课 哇十二点 十二点了 对啊 对 很少当天睡的 是自从我们小朋友到青春期以后 我也是跟着他们在奋战 是 然后手机的问题我们就不要讲 反正就是这个睡觉是一个大问题 所以各位啊 如果你的额头就容易长痘痘 你要先想想看啊 是不是睡不够啊 是不是操心的事情太多啊 因为新火旺容易长额头啊 那有一些的痘痘呢 容易长在这个 全骨到两腮的中间 就是我们的腮帮子 再往后面一点点这一块 像是男生会长绕腮虎的位置 这边是属于肝胆 所以你是不是经常熬夜啦 喝酒啦 吃一些腌制的食物啦 吃一些不新鲜的东西 这样子就会容易在肝胆的这个位置 好痛喔 对因为我们鼻子本身 没办法处理它 我们鼻子很敏感 然后你只要痘痘长在这个鼻子里 不要跟你说的很痛苦 很痛苦欸 对对对 那是肺活 所以辣椒胡椒花椒 这种辛香料会加重肺细的火气的时候 那你就要知道要避免 先不要吃辣的辛香料的东西 辛香料的东西都要少一点 从五香啊 八角啊 对 卤味啊 这就要真的要尽量减少啦 然后啊 从鼻子到腮帮子中间 刚才是讲到那个腮帮子后面这一块 现在讲鼻子这一块 所以这两块中间是不是还有个空隙在 这边这个区域 那是就属于脾胃 消化系统 消化系统 所以说这个位置相当于是颧骨的下方 对 脸颊 脸颊 脸颊的下方 那有一些小朋友 他们容易长这个位置的话 有两个可能 一个是脾胃有火 对 所以是烤的炸的 烤的炸的东西容易造成消化系统的火气 是 对不对 还有一个就是戴口罩 我们这三年 大家都戴口罩有没有 确实 所以会出现口罩型的痘痘 没有错 因为他一直在这里摩擦 其实那个就是因为口罩造成皮肤的过敏 那还有两个地方没有讲 上嘴唇跟下嘴唇 对 上嘴唇这一块是胃火 又延续了刚刚前面的这两颊的这个部分 上嘴唇也是胃火 下巴是大肠小肠 所以那种急性肠胃炎的时候 这因为我在临床上观察到的 一些青春期的到成年人都有可能 就是当他真的因为急性肠胃炎在那边上吐下泻的时候 上下唇会一起长痘痘 长那种环状的痘痘 就是他身体有一些状况 然后反映出来的症状出来 对对对 长在上下唇 这个我已经在这个临床上屡视不爽 像这个痘痘的形态这么多种 站在皮肤科的角度会教你说要适当的清洁 注意我强调要适当的清洁 所以你这个洗面乳标榜洗得越干净的 其实越不好 我们不是要洗干净 我不是要把你整个脸都洗到脱脂 那这样子一点保护性都没有 我们皮肤要保持一点点的湿 要保持一点点的油 事实上一个健康的皮肤 应该是同时油多跟水多 或是说适量的油适量的水 因为相对而言 如果你的一个水少油多也会长痘痘 水跟油多少更容易裂开 所以说这个只是要取得一个平衡 但是水跟油都要多 这个皮肤的保水性要良好才不容易长痘痘 是 洗面乳你要挑第一个你要挑中性的 而且要挑一些以天然为诉求的 这一种界面活性剂 也就是说现在有很多人工合成的 这种界面活性剂的 可以洗得很干净的 那个都不再有的建议范围 是减少添加剂的 对这在节目里面不方便讲什么品牌 对我们不讲 不能讲 私底下跟我说 没有没有 因为我从国中开始就长痘痘 那个时候的皮肤科医师就有推荐洗面乳 而且很便宜 在全年就买得到 我就从国中洗到现在 我老婆觉得我很奇怪 为什么我年纪这么大了 还在洗某某洗面乳这样子 因为我这样洗着洗着就没有长痘痘 而且保湿比较重要 市面上有一些化妆水的产品 可以直接喷在脸上的 对 像那个其实是可以的 因为假设你现在的脸上是油多水少 那你就补水就好了 对 脸上比较滋润 也不太容易过度的出油 是 对啊 所以这个是可以考虑的 这是站在皮肤科的角度 那当然皮肤科治疗痘痘也有他们的观点 比如说维他命A酸 比如说四环素 这时候他们现在在做治疗的一个模式 但是在中医的角度 我们就要看说 你是哪里的火气大 我就帮你消这个火 在国中生的这个阶段 最常见的就是新火旺 晚上不睡觉 久而久之 正常时间他就睡不着 对 因为 作息已经形成 你想想看这个孩子 如果他都习惯12点睡 某一天你要求他10点睡的时候 他就在那边跟你嗨说睡不着 对 翻来覆去 这个时候 我们当然还是要把他导入正轨 所以我们可以用一些中药的介入 就可以睡得好 睡得好以后 连续几天睡得好 皮肤就比较不会出油 再过几天 痘痘就好的差不多了 就这样子而已 是 等于从作息去着手 对 饮食上 也许我们可以做一个调整以后 他也许长痘痘的情况会比较平缓一点 是 那我这边有两组食物 一个呢 是红萝卜加洋葱 其实这一招是我们家阿爸教我的 是 因为他小时候这个也许吃很多 就比较不会长痘痘 真的红萝卜跟洋葱两个合在一起吃 那个皮肤出油的程度会比较缓和 是 对 但是各位妈妈们你要留意 不要在听信网路上的谣言什么 红萝卜要过油才会健康 你给孩子吃油一点的红萝卜看看 他痘痘长得更多 是 所以这边的红萝卜加洋葱就是用那种拌水草 有没有 各位家长不知道你们有没有试试看 对 现在很流行拌水草 拌水草 减少油的用量 对对对 他的全名应该叫做冷锅冷油拌水草 对 冷锅不要热锅 然后加少量的油 先把你的蔬菜先炒一炒 炒到有点热了以后 你再加水下去 然后用焖的 焖快熟的时候再起来 再炒个两三下就可以上锅了 是 所以当你把洋葱红萝卜这样处理就可以了 煮汤也可以 反正就不要太油就行了 是 你也可以做一个素食版的罗松汤也可以 因为罗松汤里面就只有红萝卜跟洋葱 对 就看你喜欢怎么弄 反正我的最后的结果就是这两个要一起吃 而且不要太油 是 红萝卜加洋葱 对 蛮容易的 好多菜都会用到 对对对 那第二组呢 是应用在这个长完痘痘以后 你的皮肤总是要摘后重建 对不对 这个皮肤长过痘痘以后 哇 就会颜色比较深 会红一点啊 是 会褐色啦 咖啡色啦 就颜色 对会比较深 有痘疤 那我们怎么样可以让他在痘痘快要好的中后期 然后减少他的色素沉淀 要吃艺人 我都推广 吃艺人 尤其是台湾的艺人 观山那边好像已经没有人在种艺人了 我们的南投埔里那边呢 也没有人在种艺人了 市面上有在卖台湾产的艺人呢 就剩下嘉义铺子农会 还可以开放网购 所以我这边要推广一下台湾的农产品 我们本地产的 对对对 台湾产的艺人 是是是 因为我们台湾事实上市面上最大量的艺人 都是进口的 那我们台湾有几个主要的艺人来源 像辽国越南跟泰国 据说泰国进口到台湾的艺人是最多的 过渐水的 其实多多少少有个草扑味 那台湾的艺人真的 因为他不用坐船 所以他那个保存良好的话 你都可以闻到一个那种 谷类的芳香的味道 如果你要搭配抗氧化效果好一点的话 那请你用红艺人 红艺人 对红艺人就是相当于是糙米 就是他那个坑没有去掉 对就是如果是纯白的 那可能坑都去的很干净 对都磨掉了 都机器都磨掉了 所以看到就白白的艺人 那那个坑没有磨掉的时候 外观就会红核色的 所以又叫做红艺人 在我来讲 那一层坑的存在 是可以扮演一个不错的抗氧化的作用 所以说各位 如果你不讨厌那个红艺人的 那种色色的味道的话 其实红艺人用在这个皮肤的美白 是效果是不错的 相信有很多的婆婆妈妈 现在耳朵都立起来 台湾的女生好喜欢美白 越白越好看 我跟你说啦 各位啊 你在买那么多化妆品的时候 你只是造成社会上的财富重新分配而已 讲的很完整 意思就是极红毯 希望自己的皮肤可能白皙一点 觉得比较好看 或者是确实长过青春痘之后 这个痘疤的问题 那就可以用艺人的方式来处理 那怎么吃呢 夏天吃绿豆加艺人 然后冬天是红豆加艺人 全部都是加艺人 但是记得不要太甜 因为很多妈妈就是很喜欢弄得很甜 事实上我们糖本身就是一个发炎戒指 你吃很多糖 事实上是促进身体里面发炎的机会 所以如果可以的话 就是不要吃太多的糖 你也不要给自己的孩子吃太多的甜食 你是在害他 所以你要减少长多多 我们也要减糖 因为糖是发炎戒指 说起来现在的饮食 比较正确的观念 都一直提醒大家 就是少油少盐少糖 就是因为我们现在的饮食 都有点太精致了 然后加工都有点过头了 所以都提醒大家 如果可以的话 外食的话可能你就要挑过 那如果是自己煮的话 我们就要减少糖跟油跟盐的用量 那如果是甜汤 夏天到了绿豆加艺人 冬天到了红豆加艺人 全部都是加艺人 如果你是在意 你希望皮肤可以白皙 方式蛮多的 你不管是要化妆还是保养品 那食疗也是其中一部分 我们体内环保好好做 真的皮肤会白 中医这边的角度 更多是用一些生活作息的调整 跟饮食的调整 达到我们想要的那个结果 好好的调整一下你的生活作息 我们今天来讲 如果长青春痘 你确实一直有这个困扰 不只是青春期的时候 一直到现在都有 那你可能要找出他的原因 对症下药去处理他 今天节目当中 我们邀请到高雄市里 中医医院黄洪廷医师 谢谢您 谢谢婉族 谢谢我们的听众朋友